初来面对 这是桃园人今天的怒吼 再也忍不住了 什么意思 三天给我四度停电 真是够了 台电都告诉我们 不是电不够 这个是线路跳脱 而今天经济部长王美花 告诉我们 无法保证设备不故障 但是要检讨 我们就问 强任电网的五六千亿 不是陆续花下去了 怎么没有改善 反而更烂呢 桃园连续两天 都一直在停电 但是观众朋友请注意 停电它不是缺电 我讲完以后 这怎么不敢说 精管精美丢 对不起不是我讲 是王美花部长 已经讲了十年了 观众朋友 从2013年民进党 就告诉大家 台湾不缺电 台电在长电 现在桃园已经连续 三天停四次了 大家看到 来导播再看这画面 哦哦有没有 哦说说就得停电嘛 但是他还是告诉你 这是故障哦 这不是缺电 但观众朋友 已经到费转容量率2.8 一度都掉到这么低了 你还告诉我不缺电 那我只能用 用电几张四个字来形容 现在经济不跟大家讲 是故障 但问题是 民众才不管你是故障 还是缺电 还是亏限跳脱 你就是要给我电嘛 就这么简单 那所以呢 用电紧张的状况之下的时候 大家觉得水跟电 政府你给大家一个保障 因为不只是民众的 击乎其的问题 所有产业需要用水用电 今天我们有专家在现场 李鸿源部长 他就告诉你水跟电的问题 那我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让大家了解 到底应该怎么办 观众朋友 因为呢 今天早上在北台湾 北北基桃竹竹 六个限制是大雨特报 可是你要知道 下雨不代表就可以解决桃源水的问题 我们等一下看明天的结果 因为如果没有下在急水区的话 也不好 但是雨确实是很大 那因为雨很大 大家平常看到下雨的时候 讲说 好多大 这两天 很多的网友都讲说 拜托拜托 下雨也不错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水库的水情 石门水库 宝山水库的水能够进来 因为你看这两个 石门水库是24 宝山水库是22 一讲到宝山 居然个人都知道 新竹科学园区在那里 宝山 那宝山基本上呢 这两个水库呢 他在新竹的竹科 需要用到这个水 但是现在目前 每天他的用水量 都大概15万吨到18万吨 对 可是呢 现在目前加起来 只不到1200万吨 还有预计的问题 现在水情又紧张 成20几万 怎么办呢 这个熟悉的画面又出来 我大概跟俊阳哥说 这个我们每一年都会有 水车又出来 台积电就开始了 才4月 赶快快来快来 竹科的很多大厂 他的这个水车 可能又要出现在路上跑 他又要跟大家讲说 没有水的话 我们的半导体 整个座位线 不可能没有 所以用水的问题 李洪源部长 其实多次跟我讲过 很多水可以再利用 因为我们台湾水情 很难讲 天气的关系 积水不够 或者是这个下了雨 又很快就流下去 你要把水拿来重复利用的话 就可以解决很多工业用水 甚至民生用水的问题 等一下听李洪源部长怎么讲 但问题是呢 我们政府的政策 其实常常没有在要点上达到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现在刚讲的 现在目前新竹的竹科 在担心宝山水会没有水 因为那里有竹科嘛 对 那每一个工业园区 每一个这些企业 他需要的就是电跟水 没错 那有些地方像嘉义 嘉义现在不是说 也要搞科学园区 也有台积电吗 那我就问君强哥 嘉义现在水够了吗 不够吗 你没搞 你都要弄的 到时候厂设在那边 你又没水 你要拿哪里掉去 这个不是说先前要评估的吗 评估归评估 高雄平中先前也在抢水 抢到做村民就翻脸 对不对 所以嘛 就台湾都缺水状况之下 没有错 我们要发展这些科技产业 还有半导体大厂 没错 可是你没有水没有电 就有很大的问题 好 那讲到水 观众朋友 今天是这样 因为过往几年 旱灾的关系 我们大驱轮作 就作物其实基本上 就补贴给你 不要做了 因为你灌溉要用水 那水情紧张 我们又需要用到其他地方 民生用水跟公共用水 所以就大家轮区做吧 结果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认为说今年不需要 所以呢 大驱轮作 去年底就停了 结果今年又水情紧张 大家讲说 你的判断根本错误 因为今年非常需要 轮区做跟做 因为工业的用水 跟民生的用水 看来可能不够 好 部长 今年根据规划 就有至少十座的台积电厂 陆续要开始开工 或者陆续要建成 我就问 水电双区的结果 你要让台积电 怎么变护国神山呢 所以 其实 大家看这张图 我们台湾的降雨 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分到了水 不到沙烏地阿拉伯的一半 就这么短短的 这是在台湾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是一个多余的缺水国 是 我们台北人一天用352公升 这是一个非常丢脸的数字 这个欧洲人一天用128公升 比我们想多了 人家用的水不到我们的三分之一 人家不缺水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水价几乎是不要钱的 政府盖一座水库 开发一度水 大概成本30块左右吧 卖给我们10块 台北市7块 政府卖一度水就要贴20块 所以自来水公司永远在漏水 我们一年漏掉两座水 翡翠水库 然后我们再喊缺水 然后大家看 我们盖了那么多的水库 其实水库的调节是50亿吨 事实上我们对地下水的仰赖 是将近20% 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 为什么我们从彰化云林 嘉一一路到屏东 都是所谓的地盘下限区 为什么 因为就是没有水 所以我们抽地下水 去抽 那抽了地下水 过去的数字 高铁沿线经过的地方 一年下限8公分 所以云林的土屋到了 现在还下限6.5公分 好 那刚刚 现在最新的新闻是 台积电要去高雄 台积电要去嘉义 我请问你 他为什么会地盘下限 因为没有水 台积电是一个耗水的产业 他去了那个地方 第一件事情 假如我们没有提供 足够的地面水给他 他可能就必须抽地下水 那他要抽地下水 那地盘下限 他这么精密的仪器 他有办法承受得了吗 还有呢 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来 都在干什么 休耕 我们把农民嘴巴的那一块肉 把它给挖出来 然后让这些大企业 去赚很多钱 那我请问你 他赚的钱跟那些农民有关系吗 还有你知道 我们给人家农民休耕 一公顷 一公顷我们给人家多少 一甲地 我们给人家多少钱吗 我们一甲地给他八万台币 这些农民这一季 只有八万台币 他怎么过日子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我们从头到尾 都不要谈这些事情 永远都是三十年来 都是从农民的嘴巴 把这个水拿出来给这些大企业 然后就没有再谈 我们到底我们的正义在哪里 还有呢 刚刚讲 那个你们看到的那个台积电的那个水车 水车 你知道那个水车去载水的时候 一顿多少钱吗 多少钱 六百五十块 六百五十块什么概念 一度自来水十块 所以这是很高兴 六百五十块 但是我告诉你 他为什么非要不可 中科跟南科 只要缺水百分之五十 一天的经济损失三十亿台币 它的生产限是不能断的 然后呢 我们今天讲 公五停二 很快我希望不要发生 公五停二 公五停二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的乡亲两天要停水 可是从我们的污水处理厂 处理完就把水给扔了 你知道我们扔 一天扔掉多少水吗 2014年是285万吨 现在是310万吨 就是说310万吨 31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 一千万人的用水量 是 一千万人的用水量 那就把这些截留下来啊 现在你都知道 为什么政府官员就不知道呢 我们只要把这将近300万吨的水 回收一半 我们不缺水了 可是水为什么不回收 为什么不做 我就在半年之内 编了185亿 我从南到北做了八个水的回收厂 这些厂都陆陆续续完工了 回收多少呢 30万吨 是 九分之一不到 那我也很纳闷 我都离开政府十年了 那第九座场在哪 台湾从头到尾就没有中水法 所以根本就没有这一条法 没有这一条法 就没有主管单位 就没有主管官署 就没有法员 所以到了今天 不会有一个步跳出来说 我来做水的回收 那这八座场 为什么可以跑出来 因为我多管闲事 因为我就冒着 我政治最大的风险 我跟经济部讲说 我来处理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台湾要面对 缺水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 很专业来谈水的回收 再利用 还有再告诉各位 现在台积电碰到一个 更大的难题 在哪里 台积电要去高雄 会不会去 我想是非去不可了 苹果告诉台积电 你必须要用 相当大比例的回收水 不然你的产品 我不要 什么意思 碳足迹太高 不能买 水足迹太高 不能买 这个叫ESG 所以今天呢 我们除了要提供 稳定的水 稳定的电 我们还要提供的是 低碳足迹的电 低碳足迹的水 这个都已经是 世界的游戏规则 我们几乎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我们有好几个方法 都可以让台湾不缺水 可是我们就是 从来不碰那个核心价值 四出两成的能用水 我们不缺水 让水 这个污水处理厂的水 回收一半 我们也不缺水 但是这件事情 我讲了二十年了 我在我任内 你不要每次 很多人都说 你都不做 我告诉你 八座厂就是我编的 一百八十五亿 我当初编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 等着看我笑话 他说你不可能会找得出钱 我就真的做了 我们也很期待 这个新的财经内科 我们专业来面对 这些事情 切理部长 博弈你怎么看 在蔡政府执政这八年来 台湾缺的东西真的很多 但是我们现在讨论 所谓缺水的问题 因为很严重 在今天的上午 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我们都非常高兴 但可惜的是 因为降雨 主要集中在北台湾的平地 所以对于水库的影响 跟水库的增加量 十分的有限 我们以石门水库为例好了 它的蓄水率 从之前 它是24.3% 在经过了今天大雨完之后 它的蓄水率上升了 但是只上升到 24.4% 也就是大雨 只对石门水库的蓄水率 增加了0.1% 我们还是缺水啊 讲难听一点 就是缺水 但问题是 对于这么缺水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中央 我们的水利署回复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 它说台湾目前水情正常 保证7月中以前 供水无余 先不讲水利署的保证 能不能实现 能不能兑现 请问一下 那7月中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 不讲 不管那么多 感觉起来就是一副鸵鸟心态 等到7月中以后 如果有缺水再说 反正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再处理 这就是我们水利署的态度 我只能说 蔡政府对于缺水的处理 他唯一的方式大概就是看天吃饭 其他一筹莫展 当然讲完缺水完之后 大家更重视的缺电问题 我们现在该怎么处理 对于缺电的这个议题 蔡政府的回答更是单纯直接 永远只有一句话 就是台湾不缺电 结案就结束了 台湾不缺电 台湾最近三天五度大停电 影响了总户数算了一下 高达将近两万五千户 当然台湾回答非常简单 他说停电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小动物 又碰到的高压电缆 第二个是电缆故障 都是跳电 绝对跟停电跟缺电 没有任何的关系 王美花甚至还说 停电的原因 是配电设备故障 完全与供电无关 统统死不认错 可是跟各位报告一下 台湾在2022年的时候 投入了五千六百亿元 来干嘛 来做强化电网的韧性 以及稳定电网运转的能力 花了非常大笔的金额 来做电网的加强跟巩固 可是呢 一碰到问题的时候 照样停电 照样跳电 照样缺电 所以蔡政府永远都是说的很好听 但是做的完全不是那样子 执政不入流 选举倒是一流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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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月 二十五月 日是又生日 堂 二十五月 从两年 迅動